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读中生智课程的第三个单元 我是协作教学中心的老师 我叫陈一琦 今天的单元要探讨的主题是 Vocabulary Building Through Context Clues 也就是透过前后文献所建立智慧人知的学习策略 当你遇到一个生智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或者当你遇到一个见过的单字 你觉得非常面熟 虚有想不起它的意思 你又会怎么做 你会立刻拿起手机或字典 或是在Google上查略那个单字吗 如果你会 你有因为查单字打蛋阅读思绪 导致文章需要重读的经验吗 建立智慧量在阅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会支撑文章阅读的发展 以及强化你对文中资讯的理解 精通智慧 可以使读者理解文章作者想传达的意义 相反的 字汇量的不足 常导致片面不群的理解 或是读不懂文章 甚至会有文艺误判的现象出现 在阅读的过程中 遇到生智 其实纯属自然现象 那既然这是自然的现象 除了平时养成被单字的习惯 以备不时之需 是否有其他更有效或者更长效的学习方针呢 本单元将会针对这个议题 跟大家详细介绍 本单元的目标在于训练智慧学习法中以下四种层面的技能 1. 识别英文单字的不同形态 2. 识别定义 以及使用同义词与组合搭配词 3. 从单字的前后文线索中推测出其定义 4. 有效地使用字典或电子资源以及设备 来校对自己对目标词的认知 现在我们先把本单元中的一些词汇做个整理 当作暖身 本单元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方向 首先, Identifying definitions or unfamiliar words in text 我们会探讨如何在文本中将生词或是不熟悉的字词定义辨别出来 再来, Inferring meanings from context clues 我们会探讨如何从context clues 也就是前后文所提供的线索 来推敲出目标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最后, Using dictionaries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devices 我们会介绍如何把词点以及科技加引应用 作为概念厘清的工具 针对context clues一词的意思 我们先在这里简单分为四类 第一种, Word forms, Word parts and usages 也就是藉由聚焦在字的形态 字的部件以及字的使用来认识目标词 第二种是Definitions and use of synonyms 也就是针对定义以及同义词的使用来认识目标词 第三种, Multiple types of contextual clues 依据多种类型的signal words 也就是信号词,来认识目标词 第四种, Collocations 表示字或词件的搭配 以及透过目标词的搭配用法来认识目标词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介绍第一种context clue吧 Recognizing Word Forms, Word Parts and Usages 认识一个字的部件 以及认识其部分字缘的功能 可以让你更轻松,更有效地理解 并学习新的单字 进而扩充字汇量 有很多的英文字 都是藉由几个部件组合而成 通常包含prefects,前缀 root words,字根 以及selfix,后缀 当这些字的部件被组合在一起时 通常会产出新的字意 所以虽然一个词 在由多重部件的情况下产出时 是根据一个字根作为基础衍生而来 但往往最后产出的意思 会与字根本身有所不同 诚如上一页所说 字的部件分成三大类型 最核心的部分是root or base word 视为字根 加装在其左方的是prefix 也称前缀 而放在笔字根还要靠近字尾部分的 则是suffix 也称后缀 字根是一个单字的主要信息载体 前缀也称字首 会出现在字根之前 可以把字根意义做延伸 反推或者是微调 后缀也称字尾 会出现在字根之后 可以用来表达一个字的词性 最常被用来判断该字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或副词 虽然偶有例外 比如说部分的名词和部分的动词 有着共同的字尾 或是有些字 看似附带副词结尾 但整体却是个形容词 不过在多数情况中 藉由字尾判断词性 是相当便利的法则 在认识文字部件之前 也有几个要点 要请同学多加注意 通常一个字 至少会涵盖一个字根 字根大多源自于拉丁或希腊文 像拉丁文中的social 代表society 或者是希腊文中的logic 代表thestudy of 有些文字会涵盖不止一个前缀 字根及后缀 举例来说 画面中的文字 in subordination 就有in与sub两个前缀 autobiography 就有auto与bio两个字根 hopelessness 就有less与ness两个后缀 因为语言演化是相当繁杂的过程 其足迹累积至今 已出现许多看似矛盾的相似或奇异点 所以在构词组合层面 有些看似不同的前缀 字根或后缀 可能会有相同的意思 例如前缀bi与duo 皆有er的意思 虽然这些元素看起来错终复杂 但其实是因为他们各自记载了 人类文明在不同时期的用语习惯 以及文字间互动所导致的结果 所以整体来说 认识文字部件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只要认识它 就有如认识了其使用者的眼界 甚至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哟 那我们这边就来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 在这个表格中呈现出来的都是前缀 举例来说 trans有跨越超过的意思 在这个表格中的例子有 transform以及transgender两个字 在介绍完前缀之后 我们来看看一些后缀的例子 由于时间与篇幅有限 我们本页就专注探讨名词后缀 举例来说 ish 与like 有像是 相似于的意思 比如foolish 以及childlike 关于文字的拆解及认识 如果你有兴趣 也欢迎你针对词源学或构词学 做点研究搜索 或者往后若有机会 我们会在日后的影片或课堂中 走进一步的介绍 那么让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种contextual clues identifying definitions and use of synonyms 在文章里 一个陌生或新颖的词汇 可能会透过同一词来解释 作者也可能会在该单子出现后 选择使用句子的方式 在其后方加速定义或延伸解说 在这边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句子 Genes are chemicals that contain information for making the plants or animal Genes是被解说的词 假设读者不认识Genes 那么便可从后方chemicals一词来引导认知 在进一步以形容词子去 that contain information for making the plants or animal 来缩限其定义 第二个句子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manual dexterity the ability to make and use tools people have found ways to make much of the land on earth usable 括号中的名词片语 即是目标词manual dexterity的定义解说 第三个句子 Reading text full of spelling mistakes make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ontent taxing or tiring as it interrupts the perception of content 其中taxing一词 可能因为叫少人熟知 所以作者在后方搭配同一词 or tiring 来替taxing做补充说明 达到解释效果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三种类型的contextual clues Using multiple types of contextual clues 在这个类别中 我们会特别探讨extended definition or example clues的本质与功能 这是一种延伸型的解说 通常读者可以透过目标词 后方延伸的定义或举例 来认识该词所指涉的特质 功能 历史缘由 甚至是应用方法 这种策略通常会用于解说专业领域 或比较显为人知的字词及概念 常见例子有 including such as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a typical example of to illustrate 以下为各位提供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运用了第一种解说名词的策略 也就是形容词子句 来解释目标词 fluoroscopy的特质 接着第二句以后的内容 便是所谓的延长解释 说明该技术的应用方式 接着我们来看看inference clues inference clues可称为推论线索 在文中没有直接解说词汇定义时 依靠读者的推断能力 从前后文线索中推敲出目标词词意的技巧 读者通常可以专心审视目标词出现的句子前或后一句 并运用推断技巧 试着推断出目标词词意 而正因为这种技巧适用于目标概念会被明确点出的情况 所以会需要仰赖读者自身的逻辑推理能力 以及背景知识的建立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篇与感冒的主题有关的文章 现在请你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 在不使用词典或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专心阅读本文 便试着推敲出目标生词可能指涉的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刚才在读文章的过程中 passkit对你来说是个不熟悉的生词 导致难以直接判断passkit viruses 究竟是何种viruses 或许你也可以从前后文中推测出 它的意思并不是那么正面 毕竟在第二段中提及许多的线索 让你感受到从一开始的没有症状 演变到后来几个造成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说next之后的congestion 以及inflammation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passkit所包含的概念是属于负面甚至令人感到不悦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unfortunately与fortunately后的转折句 回头推测出passkit所表达的负面性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experience clues experience clues可称为经历线索 就是运用读者自身的经历或背景知识来猜测陌生目标词或观念的意义 通常这些线索会引起读者个人经验的共鸣 带来深有所感的印象 让读者把词汇与经验直接连接起来 让我们再次看看感冒文章的例子 在这个段落中 假设你不知道或想不起来congestion与inflammation两个关键词的意思 但对跟随在后的字词有所共鸣 例如 那么还是可以有助于你推断出congestion极为鼻塞 以及inflammation极为发炎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种可运用的线索 comparison contrast clues是带有相反词意的陌生词线索 通常不会单独出现 而是与其他对照词一同出现在文中 要进行这类的推断 你可以寻找看看文中有没有transition words 像是but however instead although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contrary in contrast whereas unlike 等可以带来反译词或相反情境的信号词 以下我们就以一组词来当作比较的例子 proforestation 和afforestation 两个词看似相近 但意义却不同 现在请快速浏览画面中的短文 找出两词之间的差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明镜需要您的词inate 5克饼 3克饼 就如同段落中所安排的 即便在对两个词或其中一个词不熟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借由片语 As Opposed To的反差功能 看出Perforestation与Afforestation两词在词意上是有差距的 至于剩下的理解 就考验各位的基本词汇功夫了 接着是Punctuation Clues 表点符号不只有断句的功能 它们也能用来按时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或定义 我们常会看到一些词汇被用写体标记起来 或是在需要被解说的目标词后方看见情定义 并用两个斗点或阔弧涵盖起来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中 X-rays的解说 A form of ionizing radiation是以名词评语的形态出现在后 并放置在两个斗点之间 视为以同位语说明前置词的手法 The French sociologist Pierre Bourdieu argues that we all possess certain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A person has, for example, symbolic capital markers of prestige and cultural capit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terests These are forms of wealth that individuals bring to the social marketplace 第二个例子中 Symbolic capital由后方括号内的markers of prestige解说 Cultural capital则是由后方括号内的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terests 进行词译说明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标点符号 也有帮读者精准抓住陌生词词词译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大种context clue Comprehending collocations 最后一种context clue 是所谓的collocation 在中文 我们常把它称作用词搭配 英语的用词搭配传统 证实了语言不是单依词义的个体 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时 常会把各个元件组合起来 形成片语或子句等更大的单位 来传达与理解 而在组合文字元件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大多数的搭配方式是约定俗成 不会轻易改变 例如英语的fast food a quick glance make an effort 以及solution to problem 以下跟大家分享部分比较明显的例子 画面中呈现的是几种常见的用词搭配 比如说 有些名词 它的搭配形容词 会是固定的 当我们要说一个人烟瘾很重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称为heavy smoker 当我们想要用形容词来说明一个对比 成长或是疼痛相当的明显 我们会说sharp contrast sharp increase 或者是sharp pain 也有一些名词 它与名词的搭配 也是约定俗成的哟 比如说专家的意见 我们会说expert opinion 政府的策略 我们会说government policy 身份窃取 我们会说identity theft 而不是identity stealing 也有一些名词 它后方的动词搭配方式 也是固定的 比如说经济的成长 或者爆发 我们会说the economy boons 股价的暴增 我们会说the stock surges 引擎发动的声音 我们会说engines roar 也有一些名词 前方的动词搭配 也是固定的 比如说sulicide 前方的动词固定会是commit goes前方的动词 常常会是achieve 以及threat 前方的动词 常常会是pose 或者有些动词 它与介细词的搭配方式 也是固定的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侦查的时候 我们会说carry out an investigation 遵守规则 我们会说comply with regulations 做了决定 我们可以说arrive at a decision 也有一些动词 与形容词搭配会是固定的形式 比如说become wise bright become visible remain unknown remain stable prove successful prove useful 还有一些副词与形容词搭配 也是约定俗成 不会改变的 比如说 mutually exclusive beerly disappointed 在使用全部的context clues之后 不论有没有把握 能推敲出目标词的词译 都要记得靠工具来进行概念 离清与检查 记得通常一个英文声词都会有不止一种面向的定义 在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先针对原先想离清的定义去详读即可 先透过搭配或立即去认识该目标词的使用方式 再运用不同的词点进行定义的交叉比对 集结想法过后 试着用自己的话写下一个短语 短句或同一词 来确认自己对该目标词的认知 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单元所涵盖的重点 要培育有技巧的阅读理解力 首先要建立足够的智慧量 以及从前后文学习新词的技能 遇到熟悉的声词或概念时 你可以使用前后文所提供的线索 或者透过查字典的方式来断定其词意 使用目标词的前后文来推测目标词意义 也就是利用所谓的前后文线索 前后文线索包含了字语词的形态 部件、定义、同义词、举例、解说、字词关系 暗示讯息、对照讯息、读者先见知识 以及标点符号线索 在使用完context clues过后 且一定要记得再用词点 把目标词的定义做最后的厘清哟 希望今天的单元给了你与参考书不一样的见解 让你未来遇到声词的时候 不会再慌忙翻查字典 而是透过前后文情境来学习声词 也希望你对单词会产生更多的好奇心 主动去认识新单词 成功的学习源自于动力 而动力源自于好奇心 国系写作教学中心的老师陈一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